我們之前的這個影片連結 回去把前面講過的東西 溫故之心 因為很多東西 都是相關聯 像Jason跟什麼 Jason跟之前講過那個Dictionary 就是那個字典檔的部分 很有關聯 所以如果你對這不熟的話 可能後面做就會有問題 另外還有我們待會會下載的跟CSV 上個禮拜很接近 再來就是加到資料庫去 第二個是說呢 公園景點我這怎麼找的 其實我是找那個 他這個目錄裡面 台北市政府 我就找那個 他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這個 有沒有 資料格式 那我之前跟各位講過了 其實目前他放最多的 PDF 其次就是CSV 那PDF其實基本上就是 讓你看他可能就是不希望你去抓 那CSV 還有XML 另外就Excel 你會發現 ZIP 還有什麼呢 Jackson 那KML應該是坐標 就是讓你知道說哪些東西的坐標 甚至可以跟 Google地圖結合 可以直接放在Google地圖 幫你做那個地標的打 有沒有 哪些東西啊 像那個 Google Road現在有那什麼 換電池站 他也是利用類似KML 有坐標 他就知道說哪邊可以換電池 好那像Jackson 另外TST 那我是利用 點擊Jackson裡面 去找裡面可以練習的啦 那所以 從Jackson裡面的話 那我就找到有一個是那個台北市政府的公園 經典的這個 裡面 底下他會顯示是Jackson 點進去其實就是我們要的範例 所以如果說已經做完了同學 如果你覺得 這東西還可以延伸的話 你 乾脆把 台北市政府裡面 這些Jackson拿來用用看 如果每一個你都可以把它抓下來 並且存在你的SQLite的話 那我想你應該會非常熟練 閉著眼睛你都會做啦 那其實城市沒有很多 就是那麼幾行 他基本的結構就是 一 我們只是怎麼樣 去網路上抓 抓什麼呢 用Request 去抓這個網站裡面的東西 編碼方式 那 比較可能會需要注意就是這個EVO EVO是說把字串 因為他抓下來的東西 會是一個前後雙引號的東西 那我要把它 丟到字典檔的話 Dictionary 前面講過 所以請各位 如果你對字典部分不熟 請你再回去 複習一下Dictionary 有印象吧 我有講過啦 如果有講過我們就 有些地方就是不要再 花太多時間講 請各位回去再針對Dictionary 那這個Dictionary 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是 把這個Dictionary 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的抓過來 所以這個for是 for each的意思 把每一筆 那每一筆的話 在Json裡面就一個大瓜糊 到大瓜糊 中間 key value 他就key key的話是他藍位名稱 value是他裡面的東西 換下一個key 然後value 總共我們有6欄 我只有抓其中的 123 4欄 一筆紀錄裡面的 這個是藍名 這個是資料 藍名 資料 抓過來 做格式化之後丟出來 所以我格式化是 公園景點 冒號 就是這個 然後呢 他後面的第二個資料 是name 把它串在後面 然後再串 再串 OK 資料就看到 就這樣 應該沒問題啦 大概基本上可以看懂啦 應該他結構其實 我是覺得Json 的好處是結構非常的 能夠 被理解 不需要像CSV是 切割再切割 概念不太一樣喔 一個是直接 抓裡面資料 一個是切割切割再抓 所以你們其實也可以 順便把那個什麼 CSV 跟那個Json 兩種格式的 抓方式 做個比較 以後的話 哪一個 格式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 沒有標準答案 其實習慣就好了 反正切得出來 以後客戶給你什麼 你也能夠抓得出來 都好啦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再來請各位 改一個版本 什麼版本 就是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 把這些資料 輸出到畫面 裡面輸出的是什麼 裡面有四個欄位 他的公元名稱 他的name 他的introduction 他的開放時間 四個欄位 他裡面總共有六個欄位 那如果說我現在顯示完了 那沒有存起來 下一次又要重新抓 所以每次都要重新抓 而且呢 你抓下來之後 你下一次沒有網路就看不到 所以怎麼辦呢 我應該 可以先存起來 存到哪裡呢 存到SQLite裡面 OK 所以 這部分的話呢 等於又延伸一個什麼 把這個範例呢 再我用另存新檔 加個底線吧 也許叫 加個SQL 這個 把他再加個SQL 底線SQL 所以呢 我把這個檔案 做另存新檔的動作 並且 在這個檔名的部分呢 後面加個底線SQL 表示說呢 我下載完的資料 要放在 我的SQLite裡面 又必須怎麼樣 把 之前上課的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 我是在 檔名 底線 SQL OK 把它儲存 那我這邊已經有存一個人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呢 接下來 等於是複習就是 之前講的 如何 再加一個什麼 SQLite 所以你第一個 需要什麼 Import的時候 後面加一個SQLite3 OK 那這個 可能是不是 SQLite3需不需要 再安裝呢 好像不用吧 預設好像都有 所以只要把它引用 那 另外的話呢 我就在哪邊呢 先第一個 先用SQLite3 Connection 建立一個什麼 資料庫 這個名稱的話叫pac.db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利用這個 Connection 物件 的 Cursor Cursor就是 再來建一個 Cursor的資料 Cursor的物件 利用這個 Cursor的物件呢 可以幫我建資料表 所以我就什麼 Create table 如果不存在 pac01 所以 pac資料庫 裡面pac01 裡面的話有幾個 有幾個欄位 但剛剛練習的時候 不要太多 第一個 我一個 編號 第二個 給name就好了 我只有兩個欄位 因為 之前練習好像同學一下子 野心太大 放太多欄 結果發生出入的機率太高 我們先簡單 先建兩個欄位 如果兩個欄位可以的話 那就要建第3個第4個第5個 那我就怎麼樣呢 一樣呢 把它做轉換過來 一樣呢 把資料丟出來 這個地方一樣輸出 只是說呢 我底下多了一個敘述什麼 幫我 insert into 到pac這個工作 資料表裡面 的哪一個呢 name 其實number不用 因為它是 自動徵號的 auto increment 所以這個不需要 把其中一個欄位 name加進來就好 其他這幾欄 先不要加 我先確認 能不能成功 如果可以成功呢 那我在做後續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commit 這個前面有講過 然後把資料連線關閉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 run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 他一樣會幫我把結果怎麼樣 show 我看一下 我把它print出去 有沒有 底下一樣print出來 但是 會稍微慢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他一邊print 一邊insert 到資料庫 一邊print 一邊insert 好 那全部跑完了 不過其實 說慢也不會太慢 那我們最後呢 再利用什麼 之前跟各位講過 有一個軟體 這個在 雲端上 應該都可以下載的到 他叫 Seqlite的Data Browser 這個東西做什麼呢 再 確認一下 那個puck 有沒有存在 而且 有沒有成功 那我們來怎麼開呢 假設已經進來 還在跑 沒關係 讓他一邊跑 開啟的話 那因為我的那個 db是放在 這個的底下 所以我是放在我們一樣是 低疊底下 低疊底下的哪一個呢 我是放在那個 Python的workspace 所以我就找到 Python的那個workspace 裡面的這個 這個這個目錄 CH02裡面的 P1 P1裡面的話 應該大概到這裡吧 確認一下 然後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再去找到那個 Puck的資料 資料庫 那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基本上他還在跑 今天電腦好像有點比較慢一點 把它修改時間 習慣是排序一下 其實有一招 你用那個 排序用修改 有沒有 最新的就放過來 Puck就出現了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這個Puck 直接開起來 他現在還在跑 開啟會不會失敗 試一下 他好像一邊跑一邊又有一些 我看會不會失敗 我試一下 然後開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 剛剛就會有兩個欄位 一個什麼呢 一個是Lumber 一個是 那個 目前 好像還在開 跑得比較慢 請問你先試一下 我剛剛講的東西 雲端上都有 所以 參考一下 好 在那個 這個底下 你可以往下 捲動看一下 那個 我們的 SQLite 部分 最後呢 因為我有 增加了 一個欄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會把那個 SQLite 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 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欄位的資料 跑出來了 因為 今天好像網路 比較慢一些些 所以 他現在還在跑 給他先跑完好了 慢慢大家也慢慢習慣 因為上午的課大家都很習慣 都會直接到這邊 而且都 可以都要參考 不然說這個程式 假如說像以前呢 即便要把他寫到 白板上面 把這些寫在白板上 我要寫多久 而且不能寫錯 這也蠻不容易的 另外的話 寫完之後 還要做一些標註 像哪邊改的 其實你會把黃色的字 告訴你 黃色的部分 是加的 第一階段變成第二階段 就加這些東西 所以以後呢 如果說你要 把下載完的東西 再放到資料庫 SQLite裡面 其實 重點就是把 這兩串東西 放對位置 他就會自動幫你 放到裡面去了 那執行完之後呢 他會一直跑 不過因為我這邊有print 所以他一直print print完之後 再insert into 再把 execute 就真的把上面的執行 放在park01裡面 把它串接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剛剛已經把它 打開來之後 那因為之前好像 上一次上課就是 放在park.b 所以 之前的那個 好像 CSV 裡面就會有個park了 我們這邊是 不過這個park是 停車 這個是park是公園 OK 雖然名稱很像 但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只有一個 一個number 跟一個name 所以我如果要看的話呢 就是 browse data 裡面的話 找到park01 有沒有 這個是 自動徵號的 不用給 這個是 是什麼 是我一邊 抓一邊 塞到資料庫 一邊抓一邊塞到資料庫 所以未來的應用也都這樣 其實比如網路爬蟲 你爬下來東西 一定要有地方放 不然你爬完之後要幹嘛 就看到就好了嗎 比較少這樣 大部分都要把它存起來 存到哪邊呢 其實最常的還是放在seqlite 再不然後面會講到 塞到exel都可以 當然也是可以啦 不過要怎麼做 我們還沒講到 我覺得 有個先後順序 比較簡單先講 不要稍微複雜一點點 後面再講 然後 以後大家 這都可以這樣用 只是說 如果你能夠塞一欄 那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比如說剛剛不是還有什麼 還有 park的什麼 parknet 公園名稱 然後incred 那個什麼 Introduction 然後簡介 還有開放時間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再增加其他欄位的話 也要能夠再把它放進來 那要怎麼做呢 當然 你要知道它的結構 所以 基本上修改的話 我看一下 我們剛剛的 第一個你可能要針對哪邊做動作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 park1 資料表 你可以把它改成park2 不要一樣 不要一樣 因為你已經有1了 你不能 你剛剛2好了 那 Lumber也許編號還是有啦 然後呢 這個地方也許你可以增加什麼 再增加一個是 park name Name跟那個 簡介 Introduction 跟 Open time 開放日期 好 反正有四個欄位 那其實分別啊 你就給他 應該要有的 名稱 跟他的格式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哪些 資料形態的話 你乾脆用test 全部都test 可不可以啊 就全部都塞進去就對了 再來的話呢 Insert into這個可能比較 比較需要注意 你可能欄位 跟value 後面就要串好幾個 然後最後的話 就可以 把全部的資料 丟到裡面去 我看一下好像我這邊有單欄 不過我是沒有 放到四欄 我放兩欄 有沒有這兩欄 進來了 就是 這邊 幾個地方改 四欄有沒有改呢 好像最後是沒有改四個 最後 好像就 看一下 最後好像我這邊 網路上只有放兩欄 所以四欄 全部都放 甚至六欄全部都放進去 可以 後面延伸的我想請各位 自己再試試啦 因為這東西啊 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